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继萨尔玛特之后,俄有一款超级大杀器曝光,能干掉萨德。 第一军情作者,摄天狼今年3月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他的国情字文里面向全世界曝光了一系列新式武器装备,其中有一款是萨尔玛特远程洲际导弹,更是令人瞩目。 据俄罗斯方面深感自豪的介绍,这是一款能超过10倍音速,能像陨石一样无法被拦截的导弹,就算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反导系统,也只能望之星探的武器。 可以说,这就是能刺穿世界任何最坚固的盾的一只矛,正在世人惊叹之余。 日前有消息传出,俄罗斯又有一款新式武器装备亮相了,据参考消息网3月10日报道称,俄罗斯S500导弹系统已经投入了量产,该导弹系统也被称之为普罗米修斯导弹系统,能同时锁定,并打击多达20个目标,并且可以轻易摧毁中程弹道导弹和飞行末段的洲际弹道导弹弹头。 简而言之,与俄罗斯稍前发布的萨尔玛特导弹相比,S500就是能挡住世界最坚力的毛的一面盾。 据许多俄罗斯媒体透露,S500导弹系统能与美国目前最先进的任何反导系统一较高下,并且在许多性能参数上还要远远超过名声在外的如宙斯盾、萨德、爱国者等导弹系统。 对于俄罗斯目前极为险恶的周边环境而言,S500导弹系统的发布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具体有哪些意义呢? 只要稍作分析就知道了,许多年以来,与俄罗斯一直成为对手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如今,美国及北约对俄罗斯形成的挑战极大,甚至于将来很长一段时期以内,形势依然会极为严峻。 去年3月28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北约总部布鲁塞尔召开的部长集会议上,向所有成员国提出了要求。 在2025年之前,所有北约成员国,必须得将国防预算开支大幅度提升,要占比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2%,很显然,这是一种穷兵属武的做法。 因为北约已经是当前世界上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国际组织,如今还在打算普遍提高国防预算,无疑是怀着极大的恶意,而且针对的对象就是俄罗斯。 因为,历史上北约虽然入侵过许多国家,比如南联盟,甚至于美国入侵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还有现在的叙利亚,美军的背后依然有北约国家的军队组成的国际联军的身影。 然而,这些小国弱国对于北约而言,是根本不必再值得其普遍提高军费来应对的,而需要如此应对的,当然只有军事强国俄罗斯了。 因此,S500导弹系统的,无疑是对美国及北约的一种震慑。 另外,从当前的全球局势来看,俄罗斯正处于美国导弹系统的包围之中,情势对俄罗斯来说相当不乐观。 与俄罗斯接壤,并在历史上就有相当多的仇恨的罗马尼亚与波兰这两国,美国就已经部署完成了多套强大的反导系统,并且与几乎全欧洲的反导系统都连成了一张网络。 对俄罗斯的危害极大,同时,在俄罗斯东边的东北亚地区,形势也非常紧迫。 众所周知,近两年在全球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萨德系统已经部署完毕,对俄罗斯的危害非常严重,是打破了该地区的战略平衡。 而美国在日本部署的导弹系统比萨德要强大得多,日本的六艘大型驱逐舰已经装弹了6号海基纽斯盾反导系统,另外还有陆基纽斯盾也被美日提上了日程计划,也就是说,俄罗斯东部已差不多被毒死。 综上所述,俄罗斯周边微如雷卵,当此之际,F500导弹系统的横空出世,无疑是让俄罗斯一举扭转了劣势,相信此时急迫攻心的一方轮到美国与北约各国了,声明,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为尊重原创,转载请标明出处,微信公众号转载,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敬请配合。